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對數函數的定義 我們說這個函數y等於αx等於logax 長這個樣子我們就稱為以a為底的這個對數函數 那當然這個地方這個底數a要大於0 而且不等於1 那這個對任意的正實數x 也就是說這個帶進去的x都在這個y軸的右手邊 帶進去的x都在y軸的右手邊 所以當然這個對數函數的圖形一定是在這個y軸的右手邊 好 那跟指數指數函數的圖形也是有一點點類似 那指數是這樣低增還有這樣低減 好 那我們說這個指數呢是y等於ax次方 這個a大於0 那一個大於0的數的任何次方一定很大於0 所以它的指呢都在這個x的上方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有另外一個性質 我們說呢如果呢這個αx裡頭呢把它帶x1然後乘上x2 好 我們把它帶進來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相乘呢對數的運算 好 正數裡頭兩個相乘可以把它拆成兩個對數呢相加 好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αx帶x1 這一個呢就是αx帶x2 所以它會有這個性質 αx1乘以x2呢會等於αx1加上αx2 好 那我們從 不管是這個地增或是這個地減的圖形發現 好 那它的這個呢 圖形一定會通過這個10 好 那底數大於1的時候它是一個地增的函數 就是x越大y越大 好 那這個底數小於1的時候它是一個地減的函數 表示x越大y就怎麼樣越小 x越往右 y直就越往下 好 以上呢是這個對數函數的這個介紹 好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對數函數的這個 重點1的這個數學數學 好 那其實剛剛我們已經有簡單的介紹過 好 當這個啊 y等於αx等於log2x呢 這個底數大於1的時候它是一個地增的函數 好 比如說我們 舉這個y等於αx等於log2x它的圖形就長這樣 好 那一定會通過這個10 好 因為增數等於1的時候 那不管底數怎麼樣它都是等於0 好 那我們從這個圖來看看 當x等於1分之1的時候它的值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好 當x等於2的時候對上來它的值在這裡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22呢是大於這個2 2分之1的 好 這是一個 底數大於1的時候一個 好 它是一個 好 y等於αx等於log2x是一個地增的函數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底數介於0跟1的時候呢 好 比如說它舉這個例子 y等於αx等於log2分之1x 那這是一個地減的函數 雖然它是地減當這個增數等於1的時候 它的值還是一樣等於0 所以不管地增還是地減 它的特色都會通過這個10 好 那我們前面已經定義呢 這個x呢要大於0 所以x大於0表示這個 不管是地增還是地減 它的圖形都在x的右手邊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圖 當x等於1分之1的時候 打上來對上來它的值在這裡 當x等於2的時候打下來它的值在這裡 好 所以很明顯的呢 是這個比這個大 好 所以也就是說 雖然你的x比較大 但是你是地減 所以你的y值呢就會變得比較小 開口要轉向 好 這個是啊 地增地減的狀況 同學要把它弄清楚 好 以上呢是數學數學的講解 接著呢我們來看重點1的呢 里頭的第二個小重點 好 那我們把剛剛提過的一些性子呢 來把它做一個這個歸納 好 第一點 好 我們說呢 因為呢 因為呢這個y等於f等於x等於logx的這個式子當中 好 這個函數中呢這個x大而已 所以它的圖形都在y軸的右邊 因為你取的x都在這邊 所以你打上去的值呢一定都會在這一邊 所以就在y軸的右方 那y軸的右方就是第一跟第四向線 好 那指數的話呢 指數的話就在1跟2向線 就是地增地減 好 這個是y等於a的x 好 那再來 這個圖形呢一定通過10 一定通過這個點10 好 那指數的呢 指數就是通過01 好 這是一個對照的 好 同學要把它分清楚 好 那漸進線是y軸 就是說當它很靠近的時候 很靠近y軸 這個也很靠近y軸 但是不會等於y軸 所以y軸叫做它的漸進線 好 那底數大1的時候呢 它是地增函數 也就是說 當你的x越大 你的y軸又越大 所以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不等號呢 不變號 很重要 開口不用轉向 好 例如說 這個log3 3會小於log39 會小於log327 因為這是底數大1的情況 它是地增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底數落在這個呢 0跟1之間的時候 那這個對數函數呢 y等於alpha x等於loga x呢 是地減函數 也就是說 當你這個地方x越大的時候 那你的開口要轉向 y越小 好 那比如說 我們舉底數1 3分之1的狀況 所以當你的x越大的時候 開口要轉向 你是越小的 好 你是越小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第五個性質 好 y等於loga x的圖形 跟y等於loga x的圖形 對稱於x軸 就是旁邊這個地方 2跟2分之1呢 會對稱於2是地增 2分之1是地減 好 所以 y等於log2x跟y等於log2x的圖形 會對稱於這個x軸 好 以上呢 是這個 重點1的第二個重點的說明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1的 這個第三個小重點 那這個觀念非常的重要 這裡呢 我們把指數函數的圖形 跟對數函數的圖形 做了一個整合 那你在講義上 看到的就是 左邊這兩個圖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 課本上的圖 那前面的重點 老師也給各位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當底數大於1的時候 底數大於1的時候 不管你是指數函數 或者是對數函數呢 它都是地增函數 好 那他們除了是地增函數以外 這兩個函數呢 他們是對稱於這個直線 y等於x 也就是說你把這個圖 移過來 把這個圖呢 移過來 把這個圖呢 它是對稱於這個 y等於x呢 這一條直線 好 那他們的圖形呢 這一個會通過 指數通過01 對數會通過10 所以你把它 這個對稱 你把它折過來 沿著一個線 把它折過來 他們兩個是會重疊的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底數介於0跟1的時候 這兩個 指數函數是地減 對數函數呢 也是地減 好 那 這個呢 我們把圖移過來 把這兩個圖移過來 你會發現 他們呢 確實呢 也是對稱於這個直線 y等於這個x 好 那一樣指數呢 會通過這個01 那對數呢 會通過這個10 所以你把它對著 這個就會跟這個重疊 這一半部就會跟這一半部重疊 好 所以呢 其實你在 學習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的時候 好 你只要把這個圖形搞短 幾乎所有的觀念都在裡頭 好 以上呢 是重點1的 第三個重點的 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1 那他要我們比較呢 底下 這個abc呢 三個數的大小 好 那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這三個對數呢 底數呢 這三個對數呢 底數都是這個1 2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 想成呢 它是這一個 以y等於這個log 1 2 x 的一個呢 低減函數 因為底數小1 好 那我們知道 低減函數的話 在他的這個x呢 越大的時候 那他的值呢 就要 這個盤數值呢 就要越小 所以我們知道 3 小於5 小於8 好 那在比較大小的時候 開口就要轉向 好 x 越大呢 他的值就越小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樣子的話 就是a大於v大於c 好 所以這個只要觀念 前面重點的這個觀念正確 那這種題目呢 是很簡單的 以上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2 這個題目啊 相當的重要 好 比第一小題 稍微有來的一點點的變化 好 那一樣 要比大小 好 這三數要比大小 所以這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 這三個數的底數 化成相同 那麼 我們觀察一下 這是1 2 這0.5 也是1 2 那1 4 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 是1 2 的平方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a 我們就把它改寫成這樣 好 那b呢 就不需要去動它 好 c c這個四分之一 剛剛講了 把它改寫成 二分之一的平方 好 那這個2 可以抽出來 這個1 可以抽出來 好 就會得到這個4 好 那 因為呢 我們要比大小 所以我們要讓係數等於1 好 這個係數等於1 所以把2分之1丟上 那5的2分之1就是更好5 好 所以我們會發現 現在呢 我們把底數化成一樣 接下來 我們要來觀察 這個 真數的 這個大小 好 好 那 因為呢 現在這個 底數是2分之1小1 所以也就是說 以這個函數來看呢 它是一個d-的函數 因為底數小1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比較 真數的大小 好 那根號5呢 會比這個2大 因為2其實就是根號4 好 然後 2又比0.2大 好 所以x越大 因為它是d-的 所以它的y要越小 所以開口呢 比大小要轉向 好 所以呢 我們最後得到就是 A大i b大i c 好 以上呢 是這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老師講解3 好 那這個題型呢 統測啊 曾經出現過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要我們找這個x呢 落在哪兩個連續整數之間 好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式子呢 好 其實我們可以用 換底公式呢 把它合併 好 把它合併 所以呢 我們利用換底公式 那 在上面的幀數 那它就是當換底後的幀數 在下面的幀數呢 它就會變成是這個底數 好 我們原本是利用換底公式 好 這個沒有寫是10把它換過來 那其實我們只是把步驟倒回來而已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觀察一下這個log215呢 它是一個地增函數 好 所以呢 它會比這個log216還要小 會比log28還要大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取8跟16呢 因為它這邊啦 告訴我們是連續整數 好 那log28呢 log28呢 log28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8是2的3次方 那這個是對數指數可以消掉是得到3 好 那這個16呢 是2的4次 所以這跟這個約掉會得到4 好 所以這兩個是個連續整數 好 那我們就知道呢 所以呢 這一個x呢 就落在3跟4這兩個整數之間 好 以上呢 是這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補給站的講解 就是啊 我們要來判斷這個對數 logax的正負 好 那我們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呢 是這個地增的函數 好 那另外一種是d-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它是地增的話 那 那它一定會通過這個點10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好 如果你的增數比1大的時候 假設在這個地方 那 帶進來 那它的對數值呢 一定是大於0 好 如果你的這個增數x呢 落在啊 這個0跟1之間 假設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它的這個對數值呢 一定是小於0 好 所以呢 你要判斷這個 某一個logax的正負 地增 那你就跟 它的增數跟1來比 比1大 那它就大於0 好 那一樣 這個是地增 增數呢 跟1來比 比1還要小 那它就小於0 好 好 那同樣的 這個 遞減的概念也是一樣 好 遞減的概念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來跟1比 好 那比1還要 這個呢 這個地方 5 是比這個5在這裡 好 5在這裡 5比這個1還要大 可是打過來呢 它是負的 好 所以它是小於0 好 那1分之1在這個地方 好 1分之1打上來呢 它是正 所以它是大於 好 所以呢 你只要記住啊 地增地減的圖 然後呢 跟這個點 來做比較 那就很容易呢 可以把它的正負判斷出來 不用去撕背這個 獅子 好 以上呢 是補給站的講解 好 接下來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對應啊 補給站的這一個 立體 好 老師講解第四體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 這個a 好 那a這個底數 根號3 所以它是一個 如果用y等於log 這個根號3x呢 它是一個地增函數 好 那這一個的話呢 那底數小於 它就是一個地增的函數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log根號3 6分之5呢 好 這一個 好 那因為它是地增 所以1呢 比6分之5還要大 那因為地增開口不用轉向 好 那因為這個增數等於1的時候 它的對數值是0 好 所以等於這一個式子是小於0 那這一個式子是a 所以a小於0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第二個式子 好 那第二個式子 如果你把它看成log0.4x的話 好 那它是一個這個呢 d- 好 那d-的話呢 x越大呢 那它的y呢 就要越小 所以開口要轉向 好 所以這個是b的話 那因為這個增數等於1 這個對數值是0 所以我們得到b大於0 好 以上呢 是這題的講解